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媒体人士和许多国际同行一道 以深入的笔触感人的镜头 进行了深入及时的采访和报道 讲述中国抗疫和全球抗疫故事 传播疫情防控的知识 交流各国防控的经验 回应社会和公众的关切 媒体的作用是进一步增进了 国际社会对中国抗疫的了解 也增进了中国人民对各国抗疫的了解 特别是有480名中国媒体人 毅然决然 逆行出征 冒着生命危险 来到湖北武汉 这个疫情最严重的区域 进行深入的采访报道 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 与病毒熬战的艰辛历程 也即使反映 也即使反映问题 并推进 问题解决 中国媒体人士 在抗疫报道中 所表现的 专业素养 科学态度 和敬业精神 是应该令人尊敬的 中国媒体 关于抗疫的报道 是实事求是 真实客观的 指责中国媒体 进行所谓的虚假宣传 是罔顾事实 完全站不住脚的 我们也看到 有些外国的政客 和媒体 在病毒源头问题上 搞有罪推定 把病毒标签化 将疫情政治化 还炮制炒作 所谓的中国源头论 中国隐瞒论 中国责任论等论调 这是毫无 事实依据 也是不讲道理 不尊重科学 引起了中国人民的 强烈愤慨 中国媒体 无意打所为的信息战 但是 面对 对中国的 造谣污蔑 和攻击抹黑 中国媒体 必须 也必然 会做出回应 当然 这种回应 不是打嘴杖 而是正本清源 明辨是非 是还原 事实和真相 传播 公理和法理 维护 维护 道义 和良知 正像 您所说的 当前 疫情还在全球 传播蔓延 世界 正处在 艰难 事客 这就更需要 全球 团结合作 共同抗议 而不是 甩锅 推折 搞污名化 政治化 我们说 病毒 是人类 共同的敌人 虚假 信息 也是人类 共同的敌人 人们 现在 最需要的是 真实 客观 全面的 信息 最需要的是 力量 和信心 媒体 应该 展现这种 责任和担当 即使传播 全球团结 抗议的 努力和成效 积极交流 各国 防疫的 抗疫的 做法和经验 更多的传递 各国人民 守望相助 同舟共济的 温情 和力量 为全球 正在进行的 抗疫 注入更多的 信心 和希望 我想 中国媒体 已经 在这么做 还将 继续做下去